90岁老翁术后回诊 复原良好 原来他长期变病 依赖软变剂排便 家人以为是年纪大肠道退化 直到医师苦劝检查 才发现肠道长了4公分恶性肿瘤 这里长了一颗蛮大的一颗肿瘤 造成他管腔变窄 那如果管腔变窄的话 排便就排不出来 考量患者上了年纪 医师用机器手臂进行腹腔筋 微创手术切除病灶 这种机器手臂可以让我们开刀的视野 看得更清楚 那伤口比较小 那病人恢复也比较快 方医师投一下手术出来 切出来的东西拿来 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也很压抑 那么小的伤口 它到底是什么拿出来的 医师提醒长期便秘的老人家 不要以为只是肠道退化 不检查可能延误诊断大肠癌的时机点 大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方医任务